大家好,我是苏小河 今天和大家说一说信仰的问题 最近我们都知道王尼牧师 在关了一年之后被判了九年 而且成为一个全世界的热点事件 无论是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先生 还是美国的国务院 还是美国驻中国大使馆 都就这样的一个事情发表了非常严厉的声明 要求中国政府无条件的马上释放王尼 王尼会成为真正影响我们这个时代的 一个英雄式的人物 但是他这种英雄是一种信仰层面的抗命 王尼他自己有这样一个说法 而不是我们所说的所谓的革命叙事 也不是自由主义的英雄 也不是革命英雄 而是一个信仰上的抗命 所以之前我作为一期王尼的节目 王尼这个人他有一句话 其实说的非常的尖锐 他说什么呢 说这个中国的教会是一些卖主的教会 这个我们的成语也有这样的词儿的 叫卖主求荣 这个犹大这个人就是出卖主耶稣的 这个出卖出卖主卖主求荣 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行为的一个长久以来存在的一个现象 每个人都有 人总归要出卖一点什么才能够让自己能够苟活下去 有的人出卖知识 就是学了一辈子的文化 学了一辈子的本事 然后把这种本事就出卖给皇帝 这是中国的传统 有的人没有本事 那卖什么呢 他可以卖肉对吧 他可以出卖身体 这个操一点皮肉生意 这个皮肉生意它分两种 男人也可以出卖肉体 女人也可以出卖肉体 这个有的人没有肉体可以出卖 他可以出卖力气 卖苦力 他也是一种出卖 真正这个比较高级的这个出卖自己的方式是出卖灵魂 出卖灵魂 出卖主 这是真的 所以这个香港不是有个经济学家叫做张武昌吗 这个这个人一辈子爱钱呢 非常爱钱 然后做了很多这个要不得的事情 然后呢晚年以后越老越活动 然后帮共产党站台说话 这个所以他的好朋友这个弗里德曼就说啊 他说哎呀他说斯蒂芬他说你我知道这个灵魂是有价的啊 但是请你一定要卖一个好价钱 人人在最困顿的时候最容易拿出来出卖的东西就是自己的灵魂啊 所以当我们说卖主求荣的时候就是指一个人他出卖自己的灵魂 这个王仪这个指对中国教会的指责啊这是非常严厉的啊 说中国的教会啊是其实去卖主的教会 但是如何去理解这样的句话如何去辨析这样的句话 尤其是如果把这句话与我自己啊把它联系起来 就我是不是也经常会干这种事情啊啊卖主啊这个出卖出卖主耶稣 然后这个卖主求荣 我作为这个满口这个都信仰看上去信心很强大的人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 就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思考了 所以我今天就就想讲这么一个话题啊 听上去稍稍有一点安静啊 好像听上去与这个基督信仰与基督徒有关 其实与我们每个人有关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人都是一个有灵魂的人 人跟动物他不一样人是有灵魂的啊 动物他没有灵魂 所以当我们说这个出卖灵魂的时候 其实他与每个人有关 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啊它是一个儒师道的传统啊 就是儒家佛教和这个道家啊 这三种传统思想最终它是融合成为一体啊 所以每个人都是儒师道的传人啊 所以你想想你作为一个中国人啊 当你有说是儒家 比如说这个我们讲孝顺啊 我们讲这个祖先崇拜 这是儒家带给我们的呀 是吧这个看见父亲的坟墓 或者看见祖宗的牌位 我们一定要跪下来的 这是儒家带给我们的啊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这样的一个层级结构 这是儒家带给我们的啊 这个叫做什么学以致用或者文以再道 这都是儒家带给我们的 每个人都有啊 这个每个人都是自我想象的君子 但是有些东西是佛教带给我们的啊 佛教进入中国以后迅速的跟儒家 跟道家合流啊 共谋形成的一个传统的资源 所以每个人呢也都是这个有佛心的啊 中国人每个人都是有佛心的 所以每个人一定会去过中国的什么寺庙去拜过 烧过香啊 拜过菩萨啊 对吧 这个观音菩萨文书菩萨各种吧 反正我是从小就搞这些事情 父母这样做我也跟他这样做 他构成了我们的一个习惯啊 但是每个人也都是道家的传人啊 就是每个人在人生失忆的时候 在昆顿的时候都是希望是退隐山林的啊 这个啊 跑到这个或者桃花元寂啊 或者是退隐山林 或者是这个就是在深山脑林里面 一个人隐汉高歌啊 这个未尽风度啊 诸如此类的吧 然后就是放浪行害 然后作为一个所谓的自由人啊 自我想象的精神的自由 几乎中国人都爱这么干 所以我们要讨论王仪的这句话的话 也要花一点精力的啊 所以我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视频 我们简单的梳理一下 当然我们就我们的问题 一是从这个就是佛教入手啊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佛心嘛 每个人都有都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啊 这种心念是一种隐蔽的观念的训练 和行为的训练啊 以至于我们每个人都不自知 虽然土工的那些官员 说自己是无神论啊 说自己没有没有任何宗教信仰 其实他们都是修佛的啊 所以你看到中共的高官啊 他们都搞这个事情啊 退休了以后都去庙里拜一拜啊 平时没没退休的时候 在那里人无人流的 但是一旦退休以后 其实他人是没有那种表面的意义支撑的 以后他就跑过去啊 去跟方丈来来往往啊 然后去斩个挂啊搞这些事情啊 多得很 所以呢我们的问题是从佛教开始 或者是从佛教对我们的生活开始 我们知道佛教这个东西它有两个关键词嘛 第一个是佛教是讲这个自修的呀 这个跟儒教的修身它是同一个前提啊 讲要自修的啊 所谓自修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你靠着自己对自己的修炼啊修为啊 你是可以达到人生的至今的啊 成为让自己成为一个完美的人的自修啊 对吧 所以这个叫反求诸己嘛 是吧这个儒家还是佛家他都是这么讲的 这个以前有个这个儒生呢也是一个修佛的人呢 叫做唐军毅唐先生哈很有名的 他也讲这个中国人的最高的境界是要念念反观啊 其实也就是来自于佛教啊 啊熊师你也讲这个唯师论啊对吧 都是与佛教有关就是把儒家思想的上游对接佛教的信仰资源是这样来的啊 但是在佛教又同时有讲这个妄念 也就是说你人呢你不能够不能够在有些方面你不要乱想啊 这个这就构成了一个悖论呢 一方面你要说自修 然后为人靠着自修力可以抵达致敬 一方面你又不能妄念 这其实是有冲突的 因为妄念这个人他这种想法他会限制人的自由意志嘛是吧 是会让人让人会有某种你自己遗失不到的禁忌 所以你一方面你有高过人一方面你有限制人 这其实是对人的一种奴役啊 但是你们看我们反过来看基督教他是他是刚好是反的 基督教一方面认为人呢人的理性他是有限的 人是有罪的有限的啊 人人靠自己是永远无法达到所谓的自修的啊 人不人佛基督教最大的传统就是你不要搞什么自修 不可能啊你人再怎么努力你也是一个软弱之人是个有限之人啊 而且你人永远无法解决自己的死亡问题 你必须要靠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救赎 要上帝的手从天上伸下来那救你一把拿你一把 但是你基督教另外一方面他又强调人是具有绝对的自由意志 啊这个人是自由意志上帝给每个人赋予了自由意志 这个东西是好的所以人呢只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有的人呢他可能会比较合理的使用自己的自由意志 而有的人呢只有乱用自己的自由意志 所以当我们说自由的时候是指人 有的人合理的使用了上帝所赋予的自由意志 有的人呢在乱用了自己的自由意志 那些合理的使用自己的自由意志人呢终于得到了自由 啊那个乱用自由意志的人呢就从此就变成奴隶啊 他是这样的一个一个分析框架 所以这个这么一路是就说下来我们就发现这个我们每个中国人呢 这个他生活在这个如是道的传统之下呀 如果我们的问题意识的基准条件终于建立起了基督信仰的观念秩序啊 这是前提啊你这个一个人建立基督信仰不是靠你思辨的 是靠你简单相信啊你就像你有一天你终于看到一个 从来没有见过的风景从此你就相信他了 至于这个风景道理啊他是怎么形成的你根本就不懂 但是你愿意相信他就是这样子的啊简单相信 那么我们就能够认识到佛教和儒家在观念秩序的意义上 它是是同构的啊那就是为什么儒家他能够佛教他能够进入中国 因为他在观念秩序的意义上两个人就是差不多的 所以呢就就用我们的话讲叫一见钟情呢或者叫一拍即合啊 这种观念的事实和事实的观念永远不可能发展出 自由科学和民主的思想体系只能留下一些空洞的道德的论断啊 用一部分人自我赋予的优美的道德去贬低攻击 另一部分的低劣的道德由此人啊的整体意义上就失去了 对人性的均衡秩序的普遍的怀疑啊并持久的这个走向的一部分 对另一部分的一种奴役这个这个说起来就是在最基本的问题上出错啊 所以在佛教的这个传统下面他一定有一个叫做自我圆满之人的啊 一个人通过修佛他可以抵达自我圆满的境界那儒家也是一样的啊 儒家必须他存在一个什么想象中的圣人啊 为孔子就是孔圣人呢万世世表啊 其实孔子的门徒啊儒生的个个都是君子相君子人格啊 所以我们我认识很多这个中国的专门搞儒学的人啊 他们上来就是我们是儒者啊我们是君子人格 他是就是他上来就高估自己其实他无论是这个佛教的自我圆满 还是儒家的这个君子人格他都是什么呢 把自己等同于一个绝对完美的存在 这跟圣经理传统是反的啊圣经理上来就实戒嘛 摩西实戒就讲他你不要假冒为神啊 这个不要假冒为神你用思想式的解释就是你不要假假装自己 或者高度肯定自己是一个完美的人没有的人啊 没有的事你是个有限制人你是一个罪人 所以这个摩西世界前几条都是讲你不要 你不要这个网成耶和华的名呢 你不要崇拜偶像啊 其实无论是这个佛教还是这个儒家 他都是一种无神论的这个思想史 佛教他是个无神论啊 这个释迦茂里是一个人 孔子呢当然就更是一个人了 所以他们两个人其实是一样的是 是两个无神论的一种拥抱 所以他们都是把人 把一部分人或者某一个人推到了圣人 或者是自我圆满之人的位置 这就是典型意义上的这个偶像崇拜 所以儒家传统和佛教传统 那是一定是有人是高居于真理的位置的 所以中国的儒家传统皇帝各个都是完美的存在 是天子啊绝对无误没有缺点的 有缺点也不能说啊佛教的这个释迦茂里 也是一个看不到缺点的人啊 没有任何缺点 然后这个即便是今天的这个佛教的领袖人物啊 像达来喇嘛他都是看上去非常的完美的人啊 你在佛教他们自己的世界里面 你从来没有一个人啊去否定达来喇嘛 他是不是有什么人性的优暗性 没有的是我们听说有些我们有些这个思想界的 有些人说某某某某我就不说名字了 说每天早上起来都都要对着这个达来喇嘛的方向 要要磕几个头的啊 这个人对人的一种的这个偶像崇拜啊啊 真是到了极致 但是就我的有几个朋友接触过达来喇嘛 他就是一个小孩的心里 他一辈子没吃过苦 他根本没经过这个死因的幽谷 虽然被共产党逼迫 但是他长期以来他就是一个什么公子哥 他就是一个贵族 就被身边的一群宠着 所以这个达来喇嘛这样的人 他在这个他的观念史上 他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 类似于今天西方的白族啊 世界和平啊 这个哎呀前一段时间我看他在这个推特上还说了一句话啊 他说共产党有武器啊 我们有真理 可是我就想知道这个是这个达来喇嘛的真理是指什么呢 啊我们读过圣经的人知道这个 耶稣在受审判的时候跟这个比拉多有一个对话啊 耶稣自己说我是来为真理做见证的 然后比拉多这样的一个啊 一个城市的这个领袖式的人物就啊 像一个小孩儿一样的就是默默的问了一句话 真理是什么啊 你看看人家比拉多啊 虽然他是罗马的一个一个长官啊 虽然有身杀大权 可是当他听到真理这个词的时候 他的第一反应是真理是什么 所以人在没有垂听到这个真理是什么的 这个上帝话语的启示的时候 人是不知道什么是真理的 所以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不认识真理 而是自己把自己想象成真理 所有的国家灾难性的国家 所有的盲荒性的国家都是有人假冒真理 这就是偶像崇拜 所以这个是你看 别看今天这个戴来喇嘛这个人 我们都很尊重他 我平时还是称他为尊者 但是真的他就是他不知道真理是什么 不知道真理是什么的时候 你其实应该进入沉默 我们不是学过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体系吗 是吧 人在人在没有认识真理的情况下 你最好的合理的方式 就是选择进入沉默静默 你进入一种适语的状态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说你明明知道 你其实你是不知道 你怎么可能知道真理呢 你不过是一个人 真理在高处你在低处 你怎么可能知道呢 除非真理向你说话 否则你是不知道的 可是你为什么还觉得他们有枪炮 我有真理 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真理行吗 要谦虚一点点 所以我们讲人类社会 就是最简单的地方出错 所以当一个人他不知道什么是真理的时候 但是他又假装自己知道的时候 这时候问题就麻烦了 知道吧 这佛教他就是觉得自己通过自修可以抵达圆满 这就是麻烦 你高顾了你的人的能力 你没有这样的能力 而且你这样一想的话 你就不再上路了 不再工作了 所以为什么佛教世界他无法创造出现代文明呢 今天的现代文明都是基督教传统创造出来的 无论是文化还是科学都是创造出来的 虽然其中的因果关系可能比较长 因果念比较长 但是你从最简单的现象就是 你在任何的佛教 为原初观念秩序的国家或者地区 你是看不到科学发明的 对吧 中国也是 为什么会有李约斯的命题 中国这样的国家它是个儒家传统的国家 它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它没有一个对象 就你迷失了真理 你是找不到科学的 所以中国无论是儒师道 无论是儒家还是佛家还是道教 它都处在一种典型意义上的什么的 就是叫做瞎子摸象 摸到是什么就是什么 这个世界是什么呀 这个世界是个象的大腿 那好吧那就是象的大腿 这个世界上是一个耳朵 为什么呀 因为我现在摸着是个耳朵 它就是典型意义上的这个什么 瞎子摸象 这个定耀平后来说过一句话 叫做中国叫做摸着石头过河 这句话其实是对中国人的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准确的总结 就是中国人他看不见真理的呀 看不见远方看不见真理的 这时候他就一通瞎摸 所以中国人长久他处在黑暗之中 纯粹是靠摸索 就一路就往前往前走 就是典型的摸着石头过河 所以中国人从来没有人过河 知道吧 中国人从来没有摸到河的对岸去 所有人都死在河里面都被淹死了 所以有人说 说明明就不远 远处就有一所大桥 那座叫做现代性 叫普世价值 你完全可以走那条路 你干嘛要在河里摸摸什么呢 其实这都是这些种种啊 都是这个什么是我们的文化 如是道的传统造成给我们的 这个东西才是最麻烦的 你总有千军万马 你根本就不是这个如是道传统 传统对手 你打不过他的 这样就一路说过来 我就说到我们的基督信仰 我们的基督信仰 为什么王爷说有中国的教会是卖主的教会呢 就是你这个圣经里有一句话讲 就是耶和华所要的祭啊 是忧伤的灵 是破碎的心 就是你要你要真正成为一个基督徒 成为一个上帝的选民 成为一个圣经传统下的 拥有崭新观念秩序的人 成为一个被更新 被更新的人 成为一个什么重生的人 你真的 你首先对自己的已有的观念秩序 你要破碎 破碎 这个东西很重要 很多人他没破碎 他没破碎 人在没有破碎的时候 人是本能的 他就会回到自己的 以前所拥有的观念秩序里面 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 如果你读了圣经 但是你从来没有对你 中国的如是道的传统观念 有一个破碎 完全把它打掉 完全把它倒空 就是把你过去的东西 像水壶你的水一样 你脏水一样 你完全把它倒空 然后把瓶子洗干净 然后等待上帝的新的话语 然后像水一样的流进来 你没有这个过程的话 那你人的本能就是还是坚持过去哪一套东西 那这套东西是什么呢 但不是就是这个什么 就是自我为意 是吧 就是这个如是道的那些习惯的 自我想象的正确 那可不就是这样子吗 人类社会的在缺点的问题上都是一样一样的 没什么区别 犹太人的缺点和中国人的缺点 中国人的缺点和古希腊人的缺点 它没有什么区别 都是人 都是人 我们这个世界上是一个由人组成的世界 尼尔科说一句话 他说在这个由人所走成的世界 看上去是不可靠的 为什么呀 因为每个人都是有问题的 每个人都是有限的 每个人都是有罪的 每个人都是无知的 无疑的 那你无论你是这个古希腊哲学的人 还是这个犹太教的人 还是中国如是道的人 他都有问题 那我们如果是不反思自己的过去的传统的话 那么我们所有人都会进入几种状态 第一就是伪善 你就是伪善 法利塞人是最伪善的 那中国的儒家那一样一样的伪善的 中国的佛教那有一样一样的伪善的 道教那更伪善了 装疯卖傻 自由正确 自以为放浪行害 自以为超过这个世界所有的事物 自己凌空 凌空悦起 这个藐视众生 都是这样子的呀 所以这个基督徒如果读了圣经 如果意识不到自己的如是道的观念秩序的影响 如果你没有破碎的话 你想都别想 你能还是一个什么人 还是一个伪善之人 还是一个自我为意之人 而且你会用你这种原初观念 这种伪善的东西 然后你再把自己的现在拥有的这个基督信仰的这个上帝话语启示 把它格式化 真的格式化 然后继续捍卫自己的过去的愚蠢的传统观念 人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人在存在的意义上它有三个困境呢 第一是什么呢 就是由于你没有破碎 所以你看不见上帝的真正的正义是什么 你看不见的啊 第二是什么呢 就是人呢又觉得自己活着很苦 这时候怎么办呢 就一定要给自己设计一个可以摸得着的一个想象式的优美 作为自己人事的目标 那第三是什么呢 就是人呢做事情呢 由于他有限 由于他无知 由于他那个信仰有问题 所以他呢 他不愿意想那么远 他会把自己处在一个短期的局部的状态 他就是人这个东西 每个人都是如此啊 我称之为叫什么 叫有限理性啊 所以你就想想这个今天的今天的中国教会 我说了王仪这个人在以后在这个信仰思想史上面 在中国人的信仰思史上 那是有很很很重要的位置的一个人 我们当年这个马丁路德这个搞宗教改革 直接就说天主教的教皇啊 就是犹大就是撒旦啊 这是话是很难讲的 你一讲不上你可能连性命都不保啊 而且得罪所有的这个天主教的人 那时候可是一个天主教的时代 很不容易的 那今天的中国也是啊 王仪当时说中国的教会 都是出卖主的教会的时候 那会得罪所有的人 所以王仪这个人是极其有争议的啊 很多这个这个基督教的教会的人呢 在那里啊 不断的在背后捅刀子啊 自己没有勇气胆怯为善 这个这个关起关起门来这个 这个求神拜佛 然后求神迹 然后呢 对王爷的这种勇敢的训道的精神呢 这个置之不理 所以我们就这么一路就说过来 就是在王爷身上第一他有思想的勇气 第二他有行为的勇气 所以他真的是一个勇敢的人啊 非常的勇敢啊 我们以前好像也讨论过的呀 什么叫勇敢啊 这个中国人也有舍身取义啊 杀身成人啊 这个亚利斯多德在尼根马克伦理学里面 也讲人类的伦理啊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就是勇敢啊 就是亚利斯多德说 我爱老师但我更爱真理啊 他也是要勇敢的 但是只有到了这个基督教的传统下面啊 人们人类才第一次把勇敢这个词 赋予他准确的定义 什么是勇敢呢 勇敢就是为上帝的话语训道啊 因为真理你如果不具体的话 你很有可能就是你你你所说的真理 是你自我想象的真理 但是圣经传统下的真理 就是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话语就在圣经里面 你要为上帝的话语训道 愿意去死去死在十字架上 那可不耶稣就是这样子的人吗 所以我们说王爷是一个效法耶稣的人啊 他他的身上真的是勇敢 所以他有些话啊 以我对他的了解 他是不是随便说的 他说话是非常的谨慎 非常的严谨的 我们很多人都看着呢 当我们说王爷说啊 随时这个搬家啊 随时进监狱 随时进天国 这话不是那么容易说的 你必须要对整个神学思想史 有透彻的了解 同时对你个人的有限性 个人的短视 个人的这个品德 有一个足够的怀疑 你才能说出这样的话 否则你根本就理解不了 你此事此刻 你到底在哪里 你根本意识不到 你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很多教会的基督徒啊 都是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过去呢 我们是用孔子的话 那这个什么 那假装自己是君子 是文士 是士大夫 是好人 是善人 是上人 啊 现在呢 我们是拿着这个圣经的话 也在装我们是是圣徒 你没有 没有一秒钟 你自己反思过自己的人性 有多么的败坏 你根本就没法进入细节 你不敢进入细节 你除了装 你还是装啊 所以有时候王仪的话 说话很难听的啊 但是我说话也很难听 但是无所谓了 我 我 我的信仰从来没打算 在这个世界上闹什么好处 我就是说出啊 我自己想说的话 用爱心说诚实的话 虽然我说的难听 但是我知道一个人倾听到了上帝话语 他总归是有所不同的 谢谢大家